Hello 各位同学,又是我DSC数学联盟 今天就会拍片和大家分享,DSC数学科里面有五件事未必每位同学都会留意到 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想定期接收DSC数学科的资讯 又或者接收关于Juplus或升学最update的资讯,记得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3,2,1,Subscribe完之后,我们的影片就开始了 首先,关于卷1和卷2的比重 卷1和卷2的比重,有些同学都未知比例是多少 以为是1比1,但真正比例是65%比35%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既然它是65%和35% 是否代表卷1里的每一分都比卷2的每一分更重要呢? 那又不是,结果是倒转的 因为我们有数得计的 在卷1里,因为我们不是100分满分的卷1,而是105分满分的 所以我们有数得计的 在卷1里取得1分的话,即是1除以105,再乘65 你是等同于dsc以100满分来说,你是取得0.619分 而卷2那里,如果你用35%比例去计 一除以45,因为有45条mc 然后再乘35分 你会计到在mc卷1里每一条mc 其实是有0.778分 所以在mc里的1分,价值是高于卷1里的1分 但接着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是否代表着,如果我是一些底差点想求合格的同学 那我就集中火力操卷2 因为卷2每一分是珍贵的 那未必 因为在卷1里的题目,即是以同一个topic去计 普遍是容易一些 例如一些最简单的topic,因色分解,不等息,指数订率 普遍卷1是容易一些 而且卷1里的一条是不止一分的 例如你做对一个因色分解的题目,座底也有三分 所以这样计算的时候,卷1是比卷2 OK,第三个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mc的那份卷的基率分布 有全文一类都会说 就是考评局为免防止大家去撞的题目 例如有些人可能全部撞了A 原来全部答案是A,不就很着急 为免防止同学偏重于撞某一个答案 他一直都会做到四个答案是一样的 究竟是否真的? 是真的 mc是一个平均的机制 他尽量做到每一年答案的分布是四个答案 A,B,C,D 尽量是四分之一 当然一定有五差 因为45本身是除不进四 所以一定是有少数点的不差 但尽量做到平均分布 所以有些老师会教路 就是当你不懂的时候 看回其余的题目 做过什么答案 最多就不要撞那个 因为你已经用得多答案的quotter 撞一些你选得少的答案 这套逻辑是对的 但前提就是你其他懂得的题目 真的要更多的 因为假设其他你懂得做的题目是有错 其实这个就会影响你判断 所以前提就是你其他答案的准程度要偏高 这套逻辑才可以在实践中大派用场 第四 有一类的mc提形 是很喜欢给三句句子你问 就是以下哪一句必为正确 他答案A,B,C,D四个答案 有时候他的选项会是这样的 A是1和2 B可能是1和3 C可能是2和3 D可能是1,2,3都对 面对这些题目 假如你不懂得做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不要撞C 因为在这一类的题目里 通常他不会让你这么好处 看到第一句是错 就立即选择答案是C 所以通常这些分布 如果他选项的架式是这样的话 通常他都会是第一句正确 让你的范围仍然有A,B,D 要继续看下去才会选择答案 这一类是不敢保证百分百 但是你排除了C之后 你撞到的机会是会高过你四个答案在盲选的 因为近这几年 我看近三年的试题 只是出现过一次 就是给你三个选项 而答案真的是C 2和3的选项 只是出现过一次 所以不撞C 剩下的答案 即撞的机率会高过你盲选 然后最后一件事 就是MC的时间 其实MC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15分钟 你有数据的就是75分钟 再乘60秒 所以你会计到究竟一份MC卷 有多少秒可以给你做 就是75乘60 所以你会有4500秒的时间 不计C label 或者不计最后出现答案 揭卷或试卷的时间 其实你除开45条MC 假设你用尽这4500秒 你除开会等于有100秒的时间 去做一条MC 但是千万不要相信这100秒 我想带出的不是这100秒的时间 而是 就算你知道100秒做一题 千万不要跟这个时间去做 因为我们题目的难度不同 所以每一条你投资的时间都必然不同 举个例子 例如你做的指数定律 和音色分解 一定是不需要100秒 如果你做音色分解指数定律 百分数的简单数 你用了100秒一题 你去到后面 尤其是月报的题目 你会有极大机会 不够时间做 所以千万不要跟这100秒 最好就是跟足时间比例去做 至于最后 关于那个MC卷 究竟怎么做 时间比例是最稳定的呢? 其实大概在半年前我已经拍了一段视频 去讲解这个问题 如果想看那段视频 可以在这段视频的视频里 我会铺回那段视频的连续 大家和我看就可以了 希望这段视频的内容可以帮助你 我们下段视频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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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段视频再见 拜拜